文语圣讯第一册 第六四页 寂功佛佛 慈讯慈悲足语 有没有进步啊 你们啊 要更加油哦 点诊师交代你们什么 教我们学习什么 把握机会 不要说啊 我不会啊 我没空 要讲 谢谢点诊师慈悲 后学学习 好不好 好 不要傻傻的啦 把你的智慧拿出来 不要都觉得人家对不起我们 哎呀 说不定是我们 对不起人家 哎 我付出很多 你们都没有体谅我 其实人家做得比我还要更多 听懂吗 懂 学习去看看别人的付出 些许去肯定别人 不要只有肯定自己啊 好不好 好 我们人生的记忆 有很多 我们人 在这世上 身份也有很多 从小时候 是人家的孩子 儿子 女儿 长大以后 是人家的新生 太太 再更大一点是什么 是人家的爸爸妈妈 阿公妈妈 那在社会上 可能是人家的老板 是人家的员工 也会是别人的朋友 也可能是某一个人的自己 所以我们的身份 很多种 那在多重的身份里面 自己就是要怎么样 当朋友 要有当朋友的信义 当父母 要有父母的慈爱 要慈爱孩子 所谓慈爱是怎样 不是溺爱哦 要教育他 引导他 照顾他 教导他 那当人家的子女 孝顺 体贴 父母 所以每一个身份 都有不同的扮演方法 那我们就是把每一个自己 要扮演的角色做好 所以才能说学儿实习之 不易越乎 不要说 当人家的妈妈 不会当 反而像当人家的孩子 还要孩子来照顾你 这样就不太好 妈妈要有妈妈的智慧 爸爸要有爸爸的智慧 能够教育孩子 鸣里体贴 互相体贴 让自己的家庭能够和乐 修到最重要的 一定要从家庭开始 这是很基本的 家里如果时常吵吵闹闹 那样好不好 不好 吵闹都是几个人在吵 两个人以上 对不对 如果快要发生的时候 他说到这里 脸色已经在红了 等一下就怎样 就有摔东西的声音出来 那我们明明知道 越讲会越不愉快 就要在适当的机会 及时闭嘴 好不好 好 所谓闭嘴 不是生闷气哦 闭嘴 是等时间过了 还要不要讲话 要 记住一句话 先开口 先开口 先低头的人就赢了 为什么 放下 因为你修养比他高 修养比他好 能包容他 原谅他 如老公吃饭了 老婆吃饭咯 不要说每天吵架 冷战28天 不好玩 学习让自己的家庭很美满 很和乐 很幸福 人家看到你的家庭很好 左右邻居 会不会被你们感动 会啦 亲戚朋友也会感动 所以度人就很容易 每天先生都批评太太 太都骂先生没良心 那样子你能够度人吗 人家说 哎呀 我才不想跟你去 跟你去就跟你一样了 要 要友好 才会有吸引力 不好 就没有吸引力 听懂吗 懂 这个肉体 不要了 我们要把它丢掉 就像一件衣服 坏掉了 要把它丢掉 有没有什么千蚕挂碍呀 没有 所以要学习放下 一双鞋子坏了 不要看个老半天 看了两个月 三个月都还不肯丢坏了 不能穿 就去丢掉 曾经有一个人要买一个翁 走到一半打破了 怎么样 他头也不回地走了 为什么 破了就破了 你在看它还有用吗 是不是 为了功德心 要把它捡起来 丢到垃圾桶 好不好 六十七页 读完 嗯 嗯 哎呀